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是陈明仁,陈明仁是湖南李陵人,黄埔第一期学生,在国民党军队中南征北战25年,官制兵团司令,被授予了中将,曾获蒋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。 1948年10月,英白重启知情赴武汉就职华中副司令,1949年初以第一兵团司令官身份,率29军,71军到湖南边训,并接管长沙警备司令部,下辖15万官兵。 1949年8月4日,他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城前发出起义通电,毅然和平起义,受到毛泽东和朱德承败。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,陈明仁可不是等贤之辈,他是林高的一位师兄,当年黄埔军血战会周时,他第一个奋勇登城,战后,蒋介石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,接受全军的敬礼。 在抗战中,陈明仁率军参加颠西反攻,与日军血战松山,和蒋介石亲令嘉宾,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。 1947年6月14日,本二时时,解放军对四平发起了猛攻,几百门大炮一起怒吼,密密麻麻的炮弹飞向四平城。 这些炮大部分是缴获的美式榴弹炮,还有一部分是日式山炮和野炮。解放军士兵随着炮火前进,炮弹落在哪里,士兵冲向哪里,他们紧追着炮弹,冲向国军纵身。 然而,陈明仁在战后说,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烈,活在八年抗战之中,都不曾遇到感动局面。 但是,炮火射击是分散的,而不是几种的突破点,对于我们危害不大,我的阵地也不曾受到严重的影响。 也因此,城区战变得空前惨烈起来,这场战,实在太血腥了,一直打到二十六日,道东被占领了四分之一。 也就是说,四平全城已经接近占领了四分之三。 此时,很少有人怀疑解放军是这场战斗的胜者,林彪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。 然而,风云突变,蒋介石突然严令杜玉明,调动了四个军九个师的兵力,分南北两路向四平包抄上来。 在三十日,林彪下令攻击四平的部队全部撤离,这场惨烈的攻坚战至此结束,陈明仁终于死里逃生。 四平的血战就成为了林彪心中的梦魇,使他对城市攻坚战产生了畏惧心理,而陈明仁则被蒋介石通令嘉奖,成为了全军的英雄。 内战不得人心,向往和平的陈明仁,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与城前率部在长沙起义,受到毛泽东主席,朱德总司令的加冕,毛主席握着他的手,亲切地说,林彪打仗的确不如你。 一九五五年,陈明仁备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